欢迎回到独立特派员的节目现场 接着要将镜头转到高雄 继续关心大林浦凤鼻头千村案 目前选定的千村安置地点 属于航港局与台塘的土地 但是距离领海工业区也只有几公里 新的千村地点 真的可以让一万多位的军民完全脱离污染吗 回顾已经千村的鸿毛港历时四十年 一度还选择要把鸿毛港人 牵到大林浦凤鼻头 还好当时没有集体牵过来 否则得再面临一次千村的命运 历史就像一面镜子 鸿毛港就是大林浦跟凤鼻头人的一部活教材 另外大林浦千村之后 剩下来的土地到底要做什么 行政院虽然提出了循环经济园区 但哪一些产业要进驻并不明朗 过去大林浦跟凤鼻头 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被迫扮演台湾发展重工业石化工业的火车头 居民牺牺牲了土地健康与生活 如今他们担心再次牺牲的意义在哪里 大高雄的环境品质会变得更好吗 千村不只是大林浦跟凤鼻头四百年来最难的抉择 也是高雄市民要共同正视的问题 谁想当一个淘宝的护品 大林浦走了 我们全部走了 我们是大林浦人 这边是我们的血脉 我们的环境全村要不要 有 我一个黑暗港来的 大人没钱出来了 比黑暗港还好 绝对没 高雄市重工业啦 那大林浦应该是火车口吧 四百年的布朗 去给你们一百公里六年的国民政府 去这边关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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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你没有这么说对 万千村啦 千村就好了啦 从前有一个Amy公主 她是胖国王跟寿皇后的女儿 最近她好像怪怪的 她去打网球的时候 她竟然把橘子当成网球 挥过去 听得出神津津有味的 是凤林国小二年中班的学生 透过绘本张伟珍用生动的表情 告诉学生保护眼睛的重要性 医生说啊 你啊可以做一下眼睛体操哦 然后公主就说我不会做啊 医生说我来教你 民国七年建校的凤林国小 日治时期叫大林普工学校 九年国教实施那一年才改名为凤林 今年刚满百年 演练这所小学的张伟珍 回母校教书是她的心愿 但是走出教室 眼从工厂就在不远处 像我自己本身就是因为污染的问题 然后导致我是过敏体质 所以我中间有两年到四围国小去 到高雄市的四围国小 我那两年在那边教书啊 我的过敏症状完全都没有 对所以基本上 我妈妈也会希望说 我不要再调回来这个地方了 可是凤林对我来讲 有很强烈的归属感跟吸引力 所以我跟妈妈说我还是想要回来 不管我的过敏会多严重 在抢了归属感最后也不得不走 包括凤林国小凤林国中 凤明国小的师生教职员近千人 也在千村的范围 一旦成尊 这里将成为台湾第一个 因为空污而千孝千村的案例 张维珍虽然赞成千村 却不希望因此造成居民的 额外负担与负债 空气污染这是一个事实 那对我们社区的人的健康影响 也说真的也蛮大的 像有一些尿液检查起来 里面是有毒素反应的 当然最好的就是完全 就是不花什么钱的状态 然后就可以有新的房子住 然后整个聚落 一起迁到同一个地方去 这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大林埔居民也很害怕 就是像虹毛港这样子 大家散居各地 条件不明确 拒绝千村的布条 仍然挂在街上 根据高雄市政府的普查 仍有一千六百多人反对千村 政府应该要想办法如何 好好的再听一下这一千多人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千村 然后尽量可以做到他们的需求 如果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应该 重工业发展应该是 台湾为了加速发展工业 民国五十七年把领海工业区 以及中油 中钢 台船 台电等十大建设四大国营事业 通通送给了大林埔 经济发展的背后 牺牲的是大林埔人的环境与健康 放在凤林国小屋顶是用来收集空气品质 跟落成数据的仪器 但是再多的监测 却改变不了空屋笼罩大林埔的事实 而其实这里的每一位居民 就是一部行动监测器 再换到一个制高点 看得更清楚 油槽 高压电塔跟民房学校靠得如此之近 连一条缓冲绿带都没有 之前我们城市长有答应说 在未开在未牵村之前 希望男星不要再继续有什么 任何的工厂进驻过来 我们唯一能够呼吸的 就是可能是海边 结果如果男星又建造工厂的话 然后就是四面八方加倍的污染 对百姓的健康真的是不利 像那个特殊性工业区的这个法令 这个也是到103年 才开始有一些相关的规定 就是如果你要开发特殊性工业区 你的缓冲地带要留到60米什么的 工业区大烟囱就是住在人家家里的旁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次除了千村以外 可能我们的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应该借这个机会好好去盘点 到底工业带给多少军民灾难 在我们高雄市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上有顶仓下有大林普 就是丁充的步 你可以想象说早期时代大林普是多么的繁华 可以说一个小西门丁 那也是整个小港 以前是小港乡 是价土地价格是最高的 那为什么变成这样 是谁造成的 政府嘛 许顺良哼唱的是他所填词的大林普之歌 为的是唱出大林普人的心声 退休之前他是台电员工 过去几年南兴计划要增设游艇专业区 高雄气爆之后 还一度传出要把新的石化专业区设在这里 他都站出来反对 而谈起千村 他无奈地说 预定地指的是千村地点 就位于小港机场北侧中安路以北 红毛港千村后剩余的土地属于航港区所有 而另外一块属于台塘在凤山南城里的土地 临近八八快速道路 这才有办法让大家可以说这就是同一个区域 住在那附近 这个区坦白说是在这里帮助 它是我们狼狼的一些 现在算是新的靠到潜意的开发地区 最初安门港 他的前春的地点是大阿婆 他的青春一定是原地是大阿婆 大阿婆人那时候是乐观起承 对吗 是说安门港也穿过我们这里的繁荣 高雄港从一片废墟中整建起来 已要成为一个具有现代设备的国际港口 民国五十六年高雄第二港口开工时 第二年就把红毛港聚落划进陷阱的范围 计划全面千村 一直到七十四年行政院才核定千村计划 九十四年五月立法院通过预算 隔年拆屋搬迁 历时四十年 取而代之的是高雄港洲际货柜中心 满载货柜的船只一艘一艘进港 只剩下红毛港文化园区 而如今千村风向转向大林浦 红毛港成了大林浦人的一面镜子 我是阿门港 千村有自救护的学长 我叫做阿门港的千村安 我有十年的深入 所以大家没有千村安 比阿门港好 绝对没有 所有的条件都不明朗 在阿门港有千村纪维三次 十七十八年才在这十年十年的协议增收 八十年就没在地上红毛港 所以我想要问货柜 你们的本质现金到底多少 所有的方案 所有的都公返 条件都公好 开心流 这都没问题 我是在阿门港来的 阿门母住在这里 我母的家华 她的河口就在这里 很久的事情了 我是在阿门港来的 凤林宫是大林浦最热闹的地方 旁边就是菜市场 居民聚在一起时 免不了讨论千村问题 吴景雄也去了九月十七号的说明会 那问题就还没解决 什么问题 就是驾驾的 参与平的 政府说没有参与平的 参与平的 参与平的必须去 那里必须去 这样而已 六十八岁的龚美霞跟先生 在凤林宫旁开西药房 希望千村后可以分配到 等同于现在的区位跟店面 看可以说 如果是店面的 可以看我们团团店面 分配店面 你如果是在里面 就分配在里面 是这样说 大家比较公平 这段时间里面 帝政教 用显入我们管的 一个团团 配合一些相关的图纸 和利用空拍 把团团部这些 健康的情形 做一个记录 做一个空拍的一个记录 然后结合 套叠我们的 所谓的地级图 跟正式影像 把那个 我们大林浦这边的 那个 柜子 柜楼 全部分 都在下方的特定里面 这个 游标给我们 描述的就是 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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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查到 你的一个 是要好 大林浦跟凤鼻头 总建筑物 有5394栋 有户籍的 只有3566栋 市政府这些 通计的 看不通 都有多少 套提厨 还有多少 大老厨 那里面 把我们 去的好 我们这些 做的拔过 无风接过 我们不用处在外面 睡房 但是也有人 高喊 不想走 高喊市政府是以 我们全心重建 做的 专案计划的价格 来做予以补偿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 专案 价格的补偿 那当然 有些建筑物 它的房龄 有高 有低 所以我们不计 折旧 那当然 我们的乡亲朋友 他也非常在意 有没有登记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跟他说明 没有登记的问题 也就是透过建筑师 土木济师 营造业跟不动产 开发四大工会 提出来的建价表 作为参考 我们也就会 会同我们 民政局的同仁 以及我们公务局 新公处的同仁 以及我们专业 技士 共同来做一个补查 那补查之后 也就是丈量之后 也就会做一个登陆 假如说他有 安置会有 班圈会也有 那我们当然 我们住在这一边的 空气那么差 对我们下一代的影响 非常大 那我们很希望 赶快做 大家也住十几坪而已 你十几坪你不买完 你说不要买完 他一直在上面 我说不要买完 不买 不买 不买不买 我都没有买了 对吗 希望说土地 你比较少的 能够变成一个专案 就是换宽件并利 或者是让居民能够购买 洪富贤是奉心里的里长 对于高雄市政府 拿出有八成九居民 愿意千村的数据 他并不乐观 其实这些千村的问题 有很多的困难度 包括以后我们的 有一些这边是特害 雨保 离开小港区 雨保就可能没有了 第二个 有一些低收入户 可能是因为他这次的千村 他临到一些补堂金 超过三十万 也被砍掉了 说实在了 弱势家庭 对千村政府没有规划好 真的很可怜 那今天四十年后 又要来把这些大令普人 又要赶走 那你是不是也应该 善待一下大令普人 跟后面头人 我们要走 我们也想知道 汤要盖什么 这样我们走才有意义 今天如果大令普人走了 后面头人走了 盖了更污染的东西 那我们走到那里 还不是一样 高雄 夏季是都吹海风 西南风 这如果大令普 跟阿门前走 这如果变成一个大 大型的十花专家 变成一个大高雄的渡流 未来的渡流 政府真的要好好地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毕竟过去大家看到 红马港的千村经营 有太多的那种口述的历史资料 都告诉我们 其实有很多人在千村之后 并没有过得很好 那他们其实是在不得以状况下走的 谁想当一个漂泊的抚平 大令普走了 我们全部走了 我们是大令普人 这边是我们的血脉 所以想要离开自己的故乡 那以后到外面去 没有一个造证的计划 人家怎么知道你是大令普人 我永远是大令普人 我的祖先从清朝时代 就住在大令普 对不对 台湾第一个因为环境污染 而千村的是 桃园大潭村的葛污染事件 淳朴的红毛港小渔村 是被迫仗给高雄港 洲际货柜中心 后进反武清运动25年有成 最后是关掉高雄烈油总厂武清 错误的国土政策 留给大令普跟凤鼻头人的 是最深的伤痕 千村则是他们400年来 最痛的抉择 40年来政府一直欠大令普凤鼻头 当地居民一个流行病学调查 以及立即具体的污染改善计划 必须让居民先看到政府的责任 与善意 后续的千村才有往下走的动力 独立特派员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婷宇 我们下次再会